跟水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的統計 今年到三月十號 園區有十起的吉南救助 其中雪地事故有七件 造成了三死七傷 空勤直升機前往雪山聖能縣 北冷角前一百公尺處 將摔落三百公尺深谷的 張信登山客 抬上直升機 送往醫院救治 但是任務才剛結束 雪山圈谷又傳出 另外一名山友急需救助 光是十號一天 雪山圈谷就發生兩件的山難救援 兩地相距不到五百公尺 雪山山脈因為寒流 水氣也相當充足 創下五年來降雪最多的紀錄 也吸引大批登山客上山 不過也讓救難人員忙翻 根據雪霸國家公園統計 今年截至三月十號 雪霸國家公園的園區裡 有十起急難救助 其中在雪地有七件 造成七個人受傷 三人往生 專家表示 裝備和刑前的訓練不能少 尤其保暖更是首要條件 把水氣跟風把它移除掉 不要讓這個人已經受傷了 那他還要再接受環境這些因素 去影響他的生理條件 陳來欽表示 除了冰斧和鞋底用的冰爪 以及頭盔是必備 由於雪地相當失滑 攀繩也要套在身上確保安全 而最近正開始融雪 以團體拉繩的方式才能夠相互確保安全 不過最重要的除了避免毒攀 雪地和一般的登山 還是有技巧性的不同 應該做好先前規劃 以及訓練確保安全 紀德林健身 台中苗栗報導